最近工作比较辛苦 到年底了嘛 所以晚上吃饭的时候喝了点酒 如果我今天说的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多多见谅 就当我是说酒话 从2011年到现在 我基本上是每一周写一篇文章 到今天为止 写的文章的篇数 已经接近400篇文章了 都是关于房产的 不包括小说类的东西 鲁迅先生说过 世界上最厉害的是武器 其次便是语言了 我非常清楚如何去写一篇文章 博得更多的眼球 但是我不愿意去那么做 我更喜欢去写一些 或者去说一些 我眼睛看到的东西 因为眼见为实嘛 那么简单来讲 你一想写一篇文章 就博取更多的眼球 你怎么写呢 你就说澳大利亚的房产 一路走跌 什么断崖式的下跌 什么不建议你今年买房 等等这些东西 那至于原因是什么呢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虽然喝高了一点 但是我并没有喝醉 好吧 上周我有说 新州的清盘率和新的清盘率 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位 那么上周呢 新州的清盘率依然破80% 新的清盘率依然破70% 如果一个数字乘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种趋势类的东西了 我不敢断言说这个市场现在一路走高 因为现在2020年还没有过去 还有几个月有待观察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的周二 是澳联储银行公布 这个cash rate的公布标息的日子 据说70%的可能性 下个月开始澳联储会再次降息 从目前的标息0.25降到0.1 那么这个数字 我觉得很简单 密集就在明面上 关于这样的内容呢 我其实之前几个月已经有说过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看一下我之前说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对于接下来的房产的促进性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 这个新州的 我不说围州 我说新州的这个新增的病例 已经开始慢慢的趋平淡了 所以澳大利亚大面积爆发病毒的可能性 并不是特别大 那么其实对于房产来讲 你管它是失业率走高 还是经济不景气 那从我眼中看到的 目前的这个态势 澳大利亚的房产 依然是非常稳健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高端物业 尤其是400万欧币以上的 这个房产市场 非常非常的稳 那么我就试想了一下 为什么这市场非常稳呢 那就是因为这些有钱人 他们要想我怎么让我的钱 能更加的保值 如果你没钱 你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你就希望 哎呀你也不要买 大家一起都不要买 是最好的 是吧 那么有钱人他可能会想 我这个钱放到房产上 可能会更保值 其实在最近的几周 很多生活在别的国家的澳大利亚人 甚至连房子都不看 就开始陆陆续续在澳洲下单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今年已经买过房子的朋友 我觉得真的是买的特别好 我都有点羡慕你们了 因为接下来的市场真的不太好说 明年就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接下来的买房子的客人 可能要稍微加快点速度 因为中介总说货不够货不够货不够 我现在真的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 先别走开 我们先进入片头 我们一会聊聊上周登上 各个新闻头条的那套 2400万拍赏上卖掉的房子 欢迎大家回来 上周新租清卖率是80% 454套房子上拍厂 358套房子卖掉 新的清卖率70% 非拍厂售售的物业是1727套 那么上周最佳独立物交易 来自于新的上东区Vaculous 那就到上网物业呢 占地1082平 五房五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32天 以2460万澳币的价钱 拍厂售出 那这个数字也是 澳大利亚历史上拍厂 售出的最贵的独立物的价钱 不是Residential 而是独立物 最贵的Residential的记录 依然是2017年创造的3300万澳币 那这个记录打破了2009年 当时是莫德克的儿子 买到的一套2300万的拍厂记录 这套房子呢 值得一说的 就是因为它跟中国人 有一定的关系 据说有25个人注册拍卖 12个人出价 那12个人出价里面 有10个人是中国人 还不包括一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这套房子底价是1400万澳币 那最后成交的价钱 是超了底价 1060万澳币 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中介自己都没有想象 能卖出这样的一个天价 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很多的中介 他都希望这个房子 有很多的中国买家到场 因为中国人买东西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爽快的 其实有人说 你又买不起 你瞎平什么 你不会踢球 还不能平球了吗 是吧 我觉得这个房子买的价钱 实在是过于离谱 因为这套房子 2013年买入的价钱 是1133万 我很少看到这种超高端的物业 在七年的时间能翻翻 因为毕竟这样的房子 面对的买家的范围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而且这个房子 基本上是没有做翻新的 所以这样的涨幅 就说明这个房子买入的价钱 是稍微有点恐怖 同样是在这个月 也同样是在Varkloose 也是在这条街 也是在同侧 有一套我觉得很现代的房子 那套房子是3000万澳币的价钱售出 我个人觉得那套房子 可能是我自己 如果有这些钱会考虑的 因为那套房子是一个豪宅范的房子 对应的它的那种设计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相信这个业主呢 可能自己还是未来要花一些钱 去做一些翻新的 而且这个钱只会多不会少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 就是这个豪宅的这条街啊 门口有两所学校 一个是这个KRB 一个小学 还有一个是Kambala 这一到下课的时间 这个门口全是接送孩子的家长的车 读得一塌糊涂 有钱人允许任性 所以咱们就不去过多评论 人家为什么买这套房子了 好吗 我们来看最佳公寓教育 上周最佳公寓教育 依然来自于新的上东区 Elizabeth Bay 那么Elizabeth Bay呢 公寓中备价只有86万澳币 但其实这个区的房子并不便宜 那这套上网物业是一套 三房一位一车位的物业 总面积215平 那么上周用事29天 以35401千澳币的价钱售出 而2007年买入的价钱是126万20500 之所以把这套房子放到榜单呢 一个是因为它的涨幅比较好 第二一点是在Elizabeth Bay 你如果想看到水的话 基本上过200万就可以看到 而这套房子过了300万 还是看不到水 当然这个房子本身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种物业类型的 所以我觉得是堪称上周最佳公寓交易 那么看完最佳交易我们来看最差交易 上周最差独立屋交易 依然来自于新的上东区 Cansington Cansington的独立屋的中备价是270万澳币 这套上网物业占地690平 五房三位两车位 上周用事68天 以577万五千澳币的价钱收出 而在2016年买入的价钱是552万五千澳币 那这套房子其实在open的时候我有去看过 我觉得这套房子翻的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是Cansington的楼王 那这次又把这个楼王的价钱又往上提了一下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呢 就是卖出的这个价钱呢 还是稍微低了一点 最后我们来看最差交易 上周最差公寓交易来自于新的上北海滩Doy 那Doy的公寓总预价是81万五千澳币 这套上网物业 两房两位一车位上周用事65天 以84万澳币的价钱收出 而在2015年买入的价钱是82万五千澳币 这套房子是一套楼花 2017年交房的 上周六呢 我去看了大概7套房子 也跟很多的中介聊过 我自己也看到了一些 大概在100万左右的 就是那种 我完全不会考虑的房子 但是第一所open的时候 门口都是排着大堆 而且都是吸人买家 我不知道这些买家买房子的心态是什么 是因为要投资还是要自住 但是这样的景象 根本就不像是这个国家 目前是笼罩在病毒的这种环境之下 所以从我眼睛看到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和目前这个经济啊 它是不太对等的 所以我建议买家 如果你今天打算买房子 尽快入市吧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